星期六下午一點多 炸物攤營業半個小時 檯面上炸雞排 黑輪片 地瓜薯 還有炸茄子 滿滿炸物 琳瑯滿目 但是最吸睛的 是接一個價目標 雞排20元 陸續感染的消費者都是老客人 有人是國小就開始吃 搬家了 放假 還是會回來回味 有人慕名而來 但是左鄰右舍 更是光顧了20多年 年輕層廣泛幾乎算老少通殺 炸物攤位在國小和國中旁 平時學生族群 假日是其他民眾 下午1點開賣 傍晚7點收攤 同伴家的雞排 雞丁和薯條是主打 老闆說因為賣學生 才會堅持這麼多年不漲價 在學校都會用體力嘛 所以他下午出來 他就是很餓 調的話他零用錢還是有限 他就只能 譬如說只能買一個飲料還是一個雞排 他就沒辦法 多次和廠商喊價 堅持採住百元以下 能夠讓學生填飽肚子補充體力 學區旁的攤位 因為沒有電租壓力 加上業者自家人力 多年來成為學生口中的佛心炸物店 而在嘉義 已有銅板價20元 就能吃到的香菇雞湯 價目表上清一色二十元 只有十五元的貢丸湯不一樣 在嘉義經營四十多年 店面中一碗滷肉飯 配上了一碗香菇雞湯 五十元油找 銅板飯店的名號 已經成為特色 也讓消費者多了 剩前選擇 三地新聞張哲如 廖國雄 朱宇榮 綜合報導